来我们从汉道六面大殿出来以后呢 这后面呢才是真正的武侯祠祭祀诸葛亮的祠庙 因为君在前陈在后要体现一个君尊臣辈的礼仪制度啊 所以呢就把它放在了后殿 但是呢也有人说中国古代以后为尊 从这儿呢可以体现出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 把它放在了后面啊 更能够体现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高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过厅啊 就我们现在镜头里面所看到这块区域啊 很多游客呢三两不就给跨过去了 没有意识到它的一个重要性 这儿呢其实是一个群英会最热闹非凡的一个小过厅 因为每一个门头上每一根柱子上都挂满了牌匾和银帘 你们发现没有 这些牌匾和银帘呢是历朝历代的文人莫可 而且都是知名人士留下来的 我们选其中几个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第一副武侯祠的牌匾 落款看到没有 郭沫若近代大文号郭沫若写的 而且他还写了一副银帘在这儿 就最标上那幅银帘 这件初始表 下连呢是好为良妃 那人被遮住了 在这根柱子上 这儿被遮住了啊 也是郭沫若写的 中间的这幅银帘 就是三顾平凡天下纪 一番物对苦金情 这个人的官职 我不方便讲了 董碧五写的 看没有 董碧五的字 好我们再往里面走 看第二道门的上面 也有排便 先祖武侯同壁宫 清代的四川总督 还原崇石写的 这个排便的内容呢 是取自于杜甫的誓中 他呢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事情 长东武侯则特别之处 全中国仅此一例 它是 这个君臣和寺寺庙 因为古时候 我们说等级制度是非常严的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像这种把君和臣 放在一起祭祀的 也只有四川人可以做到 四川这种性情中人 然后来看第三幅排便 万古云霄一羽毛 是书画大师徐悲鸿的字 来给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里还有一幅排便 不仅仅是正面有 反面也有 没地儿挂了嘛 可能就挂到这儿来了 武侯慈还有个排便 李先念写的 是不是认识吗 这里还有一幅排便 这个人的名气也比较大 冯玉祥将军写的 我还只给你们选了其中几个 没有全部看 所以你看这个过天 是不是群英会翠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人 就是一代世上杜甫 在这儿他没有留下自己的墨宝 但是里面50%以上的营连 都是出自于杜甫的诗篇当中 摘烧出来的 杜甫这一生只崇拜两个人 他只追两个星 一个是李白 是吧 实现李白 他特别下往李白那种 潇洒不羁的生活状态 他自己做不到 他被束缚住了 这种儒家思想所束缚 第二个就是比较崇拜诸葛亮 因为他也有至君遥顺上 在世风俗纯的政治理想 希望能够辅索明君 成为一代名相 可是他一生都没有得志 所以他非常的崇拜诸葛亮 给诸葛亮写了20多首诗 天天都是传世佳作 然后我们看完过天之后 来看诸葛亮大地 进去之前你们看一下 房顶上有个比较特殊的设计 有佛家的神仙 米勒佛 左右两边 站中间一点 你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左右两边还有各有两个人物 这两个人物是道家的神仙 赤松子和陈天君 把他们弄在了诸葛亮大殿的房梁上 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有没有人知道 之所以把他们弄在这个房梁上 是因为古时候的这种大殿的房梁 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的 如果说不小心发生火灾的话 你想古时候没有这种很先进的消防设备 水是扑不上去的 所以你看一般古时候这种大殿的梁上 都会有很多阵脊的神物 比如说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 中间这个叫二龙系珠 然后左右两边的房檐上 还有这种翘起来的鱼尾巴 这被树给挡住了 这叫赤稳 龙生九死当中的其中一死 赤稳 就是涂水的 就是防火的 这些摄制都是防火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道家和佛家的神仙 是因为武侯慈在明清时期 短暂的做过道观和寺庙 有僧人和道士在里面居住 所以留下了一些痕迹 把他们弄在房梁上 就是为了赈灾 然后防火的 尤其是赤松子和陈天君 他们都是雨神 道家的雨神 所以在这有这样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痕迹 我们再往里面走 在进入诸葛亮大殿之前 给你们讲一幅排扁 武侯慈这边除了讲三国历史人物之外 我们以景点为主的话 还是要讲他的牌匾和银链文化 甚至还有杯客文化 杯客的话 武侯慈其实有一块三绝杯 很出名 但是现在正在维修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带你们去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幅排扁 这么多幅排扁 武侯慈里面其实很多很多排扁 我就只给你们讲这一幅 就是这个 就是这幅排扁 它是武侯慈里面 规制 完了 这个极限词我又不能说 规制比较高的一幅排扁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作者 是果亲王云里 有人认识他吗 甄嬛传里面缓缓的男朋友 叫那个潇洒 风流倜傥的果君王 就是他 康熙的第十七子 当年从成都这路过的时候 来代业了诸葛亮 所以写下了这幅排扁 我们都说王不败像 所以我们说这幅排扁 规制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王 来拜了像 而且还留下了这幅排扁 然后这幅排扁的寓意 明垂宇宙 也是出自于杜甫的诗篇 叫诸葛大明垂宇宙里面 摘抄出来的 所谓的宇宙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太空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宇宙 它说的是上下四方为宇 以古往今来为宙 所以说整幅排扁 就是告诉我们诸葛亮的名字 其实已经突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束缚 永远的留存在了 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所以对诸葛亮 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评价 还有人细说 如果说现在我们给中国 古代的名人知名度 排个排行榜的话 助量可能仅次于宋空 所以名垂宇宙 引起很大 是的 然后呢 还有一副银帘 除了排扁 还有银帘 银帘呢 也是只给大家介绍一副 整个我和四国之讲 这一副银帘 十大智势名帘之一的 宫心帘 有人听说过吗 有没有人听说过 宫心帘的 十大智势名帘 能宫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之兵非好战 下连是不审视其宽延皆武 后来之属要深思 这个呢 也算是 我和此的一个镇馆之宝了 这副宫心帘 宫心帘 他的作者呢 是一个云南人 叫做赵帆 就是这个名字 在清朝末期的时候 到四川这边呢 来任严查使 然后呢 这副银帘 他是写给他的学生 叫曾春轩的 因为在清朝末期的时候呢 帝国主义入侵 结果呢 朝廷反而去压榨百姓 引的是民怨四起 四川这边的义和团 就特别的厉害闹的啊 所以呢 朝廷呢 就派了这个曾春轩 到四川来 镇压义和团起义 那么曾春轩呢 采用的手段呢 是高压政策 四处屠杀 他这老师呢 就觉得他这个做法不太对 不恰当 而且呢 这赵帆呢 看到了当时的明星所向 已经清朝末期了啊 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朝廷 已经走向了末落 所以他呢 就经常去劝解 他这个学生 要去缓解这个 镇压义和团的手段 可是这曾春轩老师不听 他老师就很郁闷 有一次呢 就走到了武侯词 在这散心来了 碰到了武侯词里面 居住的道士 出职所自 他略加思索之后呢 就写下了这幅影帘 目的是为了提点 他的学生陈春轩的 就我们来看一下 这幅影帘的一个 大致的意思 要提点他学生什么 为什么他能够成为 十大志士明年 而且是排在首位的 上连能攻心 则反侧自消 能后了这个 从古志兵飞号战 至上连 半句半句的讲 它里面含有 很多很多三国的一些故事 尤其是和诸葛亮有关的 所以他挂在了 诸葛亮大连门口 上半句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所谓的攻心 是中心词 不是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的攻心 他讲的是在打仗的时候 去瓦解敌人的意志力 反侧呢 就是再次反叹的意思